一只油猪已经被花豹盯上了,花豹此时就在它的后上方,静静地盯着它,这只油猪最后会怎么样,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我们知道油猪都是学居,这样既可以躲避掠食者,又可以防止太阳的暴晒。 所以一个好的巢穴至关重要,油猪会花费一两个月的时间,来给自己找一个移居的位置。 对油猪来说,遮风挡雨还是次要的,在非洲这片草原上,一只油猪想娶到个体肥标状的媳妇,必须得有个田园别墅。 不幸的是,这只油猪的巢穴一早就被这只花豹给发现了。 此时花豹悄悄悄地躲在了油猪洞穴的正后方,仔细地观察着洞穴里的动静。 然而此时,这只可怜的油猪还在将脑袋伸出洞穴,试图检查自家门口是否有猎食者出没,但没想到这只花豹这么狡猾,不在前面在后面。 显然是将油猪的心理猜得透透的,知己知彼才能获胜啊。 看了半天没有动静,油猪渐渐放松了警惕,将大半个身子钻出来洞穴,准备出门。 就是现在,花豹抓住机会,猛扑而下。 油猪大惊,赶忙钻回洞穴。 但是此时已经为时已晚,花豹已经咬住了油猪,狭窄的洞穴中不停地传出油猪的哀嚎。 小编看不见洞穴里的情况,但是听着这惨叫和看着花豹这不停扭动的屁股,足以想象洞穴里的战况激烈。 很快,只见花豹奋力一拖,油猪被整个的给拖了出来。 一时间,尘土飞扬,听着油猪的惨叫声,就能感觉到他的不甘心,明明上一秒他还安全地在家里坐着。 谁能想到,下一秒就要领盒饭了呢? 不过啊,倒霉的油猪不止一个像油猪这样凋肥体壮的猪中油物。 草原上的掠食者显然都非常心动。 下面这只油猪同样是被从自己家里给薅出来了,不信你看。 这只母狮大中午不睡觉,到处瞎溜达,路过这片草坪,就感觉到了不对劲,心想啥玩意这么香,这洞里肯定有好吃的,啥也不说了,母狮上手就开挖。 他将头埋入洞内,用两只沼子用力扒土,那动作怕不是比人类扒土还要标准。 就这样,母狮挖了大半天,突然,母狮似乎是发现了什么,他将头埋得更深,使劲扒拉了几下,洞中立马发出了剧烈的惨叫。 而当母狮再次抬头之时,他的嘴里赫然叼着一只油猪,原来这个洞又是油猪的巢穴。 这只油猪的洞可比上面那只的要隐蔽多了啊,但还给母狮发现了。 母狮用牙齿咬住油猪的后颈,并用前掌死死地抱住野猪。 防止野猪开溜,到了此时,油猪还不死心,他开始拼命挣扎,试图摆脱母狮的束缚,不停尖叫。 这可把母狮气坏了,声音这么大,把其他烈食者吸引过来,可怎么办? 一怒之下,母狮直接给油猪来了一个锁猴,这下,油猪实在也叫不出来了。 要说这油猪,它也真是够倒霉的,今天这一遭啊,真可谓是猪在家中坐,或从天上来了。 所以说啊,在这动物世界,真是哪里都不安全,哪怕是在自己家坐着,也不能大意咯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